好,那谈谈腾讯,刚才我们谈过游戏版号的时候也有提及过 这个朋友说500元有点点蟹货,现在怎么做呢?应不应该交货呢? 腾讯来说,我觉得暂时不要交货 你有货在手,先握住 因为刚刚也提过,始终游戏版号的审批 都只是一些很短期的利好 接下来你问过国内的游戏政策就不会完全松得很紧要 或者说要回到两年之前的监管的程度就没什么可能的 另外就说腾讯除了游戏之外,其他业务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譬如说广告,会受到整个内地经济周期的转弱 可能一些企业投放广告的意欲的价格少了 也会受到压力 另外你说一些,譬如新业务上面 继续要扔钱下去,做多一些投资的 这部分令到它的marge 也会受压 所以暂时我觉得腾讯在今年未来这两三季 照着盈利增长的空间就不会特别大的 都还是可能挨着一些单位数字,这样慢慢是上升 但是如果你说以腾讯一只叫做科技股来说 我觉得市场就不是说这么接受到 去长期保持在一个这么低的增长 所以就算是股价升也好 纯粹可能股值上面有一些收货 可能PE跌得太多的,有点回升 但是那个幅度或者弹力未必说会太多 那么可能上面去到,譬如三百八十几至四百元 那我看这个阻力会比较大 如果你说这些位置沟货 其实上网空间不是说太多 就不是说太直博了 嗯,是的,那如果止蝕的话 你又建不建议它现在这么做呢? 止蝕就不用这些位置做着的 因为近期的市场都是上市的 那既然你说前几天的市场滚了下来 那你就会让那个股价可能弹回上去 刚刚提到的那些阻力区 比如三百八十几至四百元才考虑去到沟